那人是谁啊 怎么穿的这般寒酸 赵大人那是秦王妃 指书记载秦王朱爽 对于自己的王妃观音奴 一向不喜欢 澄清后更是百般虐待 可怜的观音奴最终因为无子 还为朱爽殉葬 剑壁谁让你挡着本王鹿的 你找死不成 朱爽跪下街址 好你个赵长哥这样不给本王面子是吧 竟然这般上纲上线 难道你想违抗旨意吗 从即日起秦王朱爽贬为庶民 任何人等皆不许帮助朱爽 让他在应天府中自生自灭 你放屁 父皇怎么可能说这种话 庶民朱爽你 若是不信的话就自己看 竟然是真的 这怎么可能呢 本王要进攻 朱爽你区区一介庶民 有何资格进攻 来人把朱爽的衣服都扒了 然后扔出府去 赵长哥正准备离开秦王府的时候 突然秦王妃在背后叫住了他 大人 何事 我虽不认识大人 可陛下一向疼爱自己的儿子 如今却能听从大人的意见 把几位殿下贬为庶民 看得出来大人在陛下的心里 一定有很重的分量 恳请大人帮我一次 我想离开秦王府 你是想让陛下叛离 是 我知道这是很为难 但是我真的没有办法了 秦王与我本就没有感情 成亲后秦王与我 原本我早就认命了 可是见到大人之后 我还是想试一试 我不想再过这样的日子了 你是不是太高估我了 你跟秦王的婚姻乃是陛下定的 若是叛离丢的事 皇室脸面 还请大人救我 赵长哥明知道这样做 或许会惹怒朱元璋 可见到这么可怜的女人 同情心还是泛滥了 起来吧 我帮你一次 但是陛下会做何等决定 我真的没有把握 多谢恩公 无论成与不成大人的这份恩情 我会永远记在心里 赵长哥故意在针对自己 老三老四俩竟然还穿着长服 老二 你肚子饿了没 你不说我还真不觉得 我这一早就没吃 走 咱们去吃点东西 你身上有钱吗 你傻了吧 我出去吃饭 什么时候用过钱 咱们去吃饭 就是给他们面子 以前你是王爷 走到哪里 都是前呼后拥的 自然不需要自己花钱 可现在你就是一个普通人 去吃饭不给钱 谁惯着你 老三老四吃得怎么样了 这里的饭菜还是糙了一点 不过不用担心 明天哥带你们去吃点好的 今天就随便应付一下吧 老二 咱们待会怎么结账啊 我们一个个现在可是身无分文啊 老三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父皇虽然把我们贬为庶民 但是我们身上留的依旧是皇室的血脉 你真以为父皇会忍心放任我们不管 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去吧 我们周围肯定有人保护着我们 待会直接让他们结账就好了 还是老二聪明 我想着咱爹也不可能眼睁睁看着咱们饿死吧 三个人直接站起身准备离开 一旁的小二健壮立马凑了过来 几位爷承蒙会顾 一共二两银子 来人 人呢 快过来付钱 都死哪里去了 罢了 先记账吧 老三老四 咱们走 几位爷 小店可是一向盖部赦账了 还请几位爷不要为难小的 把饭钱结了吧 放肆 你可知道我什么身份 你还敢问我要钱 管你什么身份 吃东西给钱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明几位若是想吃白食 也不去打听打听 我们酒馆不是那么好欺负的 你算是什么玩意 敢跟我大呼小叫的 吃霸王餐还这么蛮横 今天必须给你掌掌教训 都给我上 老二你可真战意啊 事情是你惹出来的 你倒好 自己跑得最快 老四 你这也不能怪我啊 我这叫实实物 就算我留下也没有什么用 只是多一个人挨揍 这有意义吗 朱蒂朱刚美好气的瞪了朱爽一眼 但是也没有继续多说 毕竟老二什么人他们非常了解 别废话了 老三的伤势看起来挺严重的 看样子 这是骨折了 必须想办法重新解骨 要个人这腿就废了 朱蒂跟朱爽扶着朱刚 好不容易找到了一家医馆 可是那里面的大夫 见三人衣衫不整 看起来就不像是什么好人 本来想要拒绝他们进来的 不过朱蒂苦苦哀求 那大夫还是耐着性子 检查了一下朱刚的伤势 这腿的确是骨折了 需要重新解骨 而且他身上有不少伤 已经伤到了内脏 需要好生调养 那你还废话做什么 快点治疗啊 要是老三出了什么事情 我要了你的命 就自然没有问题 但是不管是解骨还是配药 这都是需要钱的 几位爷不是我小心眼 只是小本生意 我也不想倒退 不如你们先交一点钱 我也好立马就知 你是不是找死啊 知不知道我们是谁啊 几位爷你们也别为难我了 不管你们是谁 这没钱你们就算杀了我 我也不会治疗的 好好好 你有种 那我就打死你 我倒要看看 你是不是真的这么硬气 你打下去 解决不了任何的问题 反而浪费时间 既然他不救我们 去找别人 老三的伤耽搁不起 大人 老朽已经按照你说的做了 大夫刚刚那人的伤势严重吗 说严重其实也不算严重 就是那条腿 最迟药在七天内复原 要不然以后容易长歪 或许会变成瘸腿 多谢大夫 那我心里就有数了 在赵长哥的安排下 朱爽他们几人因为没有银子 走遍了整个硬天府 都没有找到一个愿意接诊的大夫 那我会变成瘸腿的大夫